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开始 大家好 我叫于悦 然后我是UCSD的刚刚毕业的一名学生 然后马上会加入谷歌成为一名谷歌的员工 然后我今天想分享一下自己在美国带了六年的经验 然后看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OK 可以听到是吧 OK 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在那个chat里面打字我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开始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14年来到的美国 然后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的本科和研究生 我是选择的本硕联读 这个项目呢就是一个五年到五年半左右的一个项目 就是同时能拿到本科和硕士学历 然后之后可以再介绍一下 我读的专业是computer science 就是计算机计算机专业 所以我拿了谷歌的offer也是软件工程师的一个工作 今天我大概想要讲的东西就包括UCSD的一些生活吧 就是说在美国读大学的一些感受 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的不同的一些想法 以及计算机专业的一些学习经验的分享 还有就是毕业之后找工作的一些感受和一些经验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吧 先给大家说一下计算机专业吧 计算机专业自从我刚刚出国 也就是14年左右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专业 当时的就业前景就是说非常非常好 基本上只要稍微学习 拿个本科学历 然后在美国拿到一个不太差的本科的计算机学历 基本上都可以完成就业 现在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就业率还是依然非常高 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我因为我在研究生在UCSD的时候 我有很多认识的同学 我认识的所有人基本上都拿到了还不错的工作 所以说计算机专业到现在来讲 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在美国毕业之后就业的一个专业 但是的确它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 就是说因为这个专业非常热门 所以导致非常多的人在加入这个专业 计算机专业的人越来越多 相对来讲竞争也会大很多 但是这个大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热门的公司 或者热门的具体的领域 比如说人工智能 或者比如说比较优秀的公司 像谷歌Facebook亚马逊苹果这种 竞争压力会比较 竞争压力会比较大 但是单纯的从就业率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计算机专业我觉得还依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专业 再从课程的难度角度来说一下CS这个专业的话呢 因为我个人来讲 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些计算机的基础 但是我个人我感觉吧 我感觉计算机专业是不需要你在高中上大学之前有任何的基础的 所有的你需要做的准备都可以在大学期间完成 然后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在你毕业之后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 相比较于文科生来讲 理科生的优势可能会比较大 这个计算机虽然它既包括文科的一些东西 也包括理科的一些东西 但是理科生的就是理科的一些内容的比重占的还是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差距是可以被弥补的 因为我认识很多高中在国内还是学文科的普通高中的同学 在这边转换成计算机专业 也非常的平滑 然后也最后都去了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 总体来说呢 就是这是一个就业率非常高 但是门槛并不是很高的专业 然后转专业相关的话 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转专业的一个经历吧 因为我当时被UCSD录取的时候呢 我是undeclared专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并没有去具体的划分你是什么专业 然后你必须去在大二的开学之前去选择你到底想要学什么专业 然后但是大同小异吧 所有的转专业相关的流程呢 都是你去选修一些计算机专业的课课程 一般是那种比较基础的课程 像一些基础的语言和基础的一些结构知识 然后当你学完了这些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申请转到这个专业 然后会根据你这些基础课程的平均GPA 来去决定你是否会被录取 但相对于转专业的这个难度呢 它毕竟还是转专业还是需要一点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因为GPA这个东西很难保证嘛 有可能你上了一节课老师特别严 那么他的GPA就不会很高 这个都说不好 所以如果想要去真的去学CS专业的话 看不到PPT吗 我来弄一下 稍等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吗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调整一下 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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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能看到吗 还是看不到 没有 我已经开了 功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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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能看到的是我的桌面是吧 好 好 OK 嗯 嗯 我知道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继续讲吧 刚才说到转专业相关的内容 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和GPA挂钩 然后是有一些难度的 所以说如果能够提前进入计算机专业的话 肯定是会有优势 然后OK 下面我想简单讲一下我在UCSD的一些校园生活吧 校园生活我分几点讲 第一点讲就是说怎么去融入在美国的校园生活 我觉得在做这个融入校园生活的准备之前呢 首先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做一个抉择 就是说你真正想来美国读大学 想要加入的校园生活是什么样的校园生活 这里我会把它简单分成两类 分别是中国人的校园生活和外国人的校园生活 相对于在美国的校园生活呢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会选择和很多中国人待在一起 因为像UCSD啊 加州的很多大学都是中国人偏多的一些大学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继续去和中国人在一起学习也好 然后一起找工作一起玩耍 那么你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会比较舒适 那么另一种选择呢 可能就是说去加入美国人的圈子 然后体会在美国 这个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感觉啊 和美国人一起学习 和美国人一起生活是什么样的 那么根据你的选择来去做你想要去融入的准备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然后就是从英语的角度来讲 来美国肯定第一件大事就是说要把英语说 语言观肯定是要过的 我个人来讲是从大二开始去 我去积极的参与了一些社团 然后以及一些学习小组吧 属于那种计算机课的那种学习小组 三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一起去做一些project 或者一些小项目 这种时候是比较能够锻炼你的语言能力的 英语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学习只是一部分 就是说在国内高中初中我们学了很多语法 很多考点啊考试上的东西啊 但实际上真的来美国之后呢 只要你去积极的和美国打交道 然后克服自己的恐惧去不断的去练习自己的口语 不断去说英语都不会很差 英语都会得到很好的锻炼 然后就是怎么去融入这个校园生活的这种文化吧 因为我觉得美国生活 美国人在大学和中国人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有很多研究生的同学 他们在国内读的本科生 就是读的本科 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中国 像我和高中和我高中的感觉差不多 但是我在美国呢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开放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活法 所以还是需要个人去主动的去做一些选择 比如说你想要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 你可以去选择参加华人的学生社团的活动 或者参加美国的一些社团的活动 像UCSD的话 我们一共有三个非常大的中国学生会 有两个是那种比较学术的 就是说会组织一些学习类的活动啊 像简历修改的一些活动啊 招生的一些 比如说面试官过来讲一下 讲一些东西啊 或者准备一些学习的考试的课程内容什么的 然后也有一个学生社团是做那种比较娱乐性质的 像我们每年其实会有一些夜市 就包括那种晚上 像晚上那种小吃街 会有华人小吃街 然后还会有一些非诚勿扰这样的活动 属于非常非常丰富的校园活动吧 所以在你想去融入女人生活之前 我觉得个人要先去做一些选择 比如说你想要去享受什么样的生活 你想去参与进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在美国的大学 你大部分的想法都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你想要去加入一些美国人的社团 也有那种非常学术的社团 也有那种各种奇怪的社团 比如说做披萨饼的社团 或者说美食社团 或者说物理社团 都有非常多的机会 像UCSD的话 它的一些社交方面的party什么的 倒比较少 相比较于圣地亚哥这种比较安逸的城市 可能洛杉矶那种地方 会有更多的一些派对 能够和更多美国人体会那种 美国人的风土人情 然后就是学术方向的融入 我觉得主要也是靠个人的主动 去像我刚才说的和同学 也组成一些学习小组 以及主动地去和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和教授的一些沟通 这个我会在后面再去具体的说 然后下一部分我想谈的就是 如何在大学生活里面去提升自己 首先还是提升自己是一个非常广义 非常宽泛的一个说法 第一件首要的事情就是 在你进入大学之前 你要先去确认好自己的目标 以及自己想要去挑战的难度 目标可以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来美国是想要去增长 我的眼界和见识 去丰富我自己的经历 或者说我来美国就是想拿到一个 好的分数去完善我自己的GPA 想拿到一个4.0的GPA 再或者说我是想在美国进行一个就业 想要毕业之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有些人可能是在美国拿了一份学历之后 想回国去就业 所以大部分就是每个人的目标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根据自己不一样的目标呢 你的大学的难度也会不一样 所以提升自己之前 要先确认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再去有选择的进行规划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要积极和主动的去规划 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增长见识 丰富精力 那么我觉得可以去多参与一些社团的活动 加强一下自己的管理能力 有很多这种组织大型活动的机会 像中国学生会 他们那边有800个人到1000个人的活动 都是由几个人来组织的 我觉得这种机会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想要去学习 然后去拿到一些比较高的GPA 然后去再为自己读研 没有 在听 我跟他说过了 我们还是按着Focus 可以定音一下吗 可以 因为 然后 Jolie发 你看到那个收线人到时候 收线人我先发给他 可以怎样 我就发给他 我用卡带 但是我还希望他还有什么 好多人呢 他让我直接发给那些人 我先发给他 他如果有意见 我先发给他 如果他说还把这个招招 我就发给他 你Focus他们也简单 不会偏偏 他让我 OK 然后 就是说 我刚才说到这个GPA 因为GPA对于本科来讲 申请研究生是非常看GPA的 GPA是量化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提高自己的GPA的话 你可以去有规划的去选一些 比较容易的课程 或者说 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 去选一些针对性的课程 本科的时候 其实 需要很提早的为自己未来进行一些规划 我个人觉得 在大一到大二阶段 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迷茫期 但是在大二快结束的时候 基本上就要去思考 自己在本科毕业之后 到底要去做什么 如果你要申请研究生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去和教授 还有同学去搞好关系 去跟教授去做一些 主动去做一些项目 和一些研究 因为身体研究生是需要推荐信的 如果你的目标是学术类的话呢 你肯定也是要去读研读博 一样是要有非常厉害的教授 给你写推荐信 或者说有非常优秀的经历 才能够让你的成功率变得更高 这些都是需要你在本科 至少在大三大四就要已经完善了的一些经历 所以在大二结束之前 我觉得需要给自己剩下的 至少给自己大三大四做一些具体的规划 然后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去找工作的话呢 那你就需要去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针对面试啊 针对找工作的一些准备吧 所以我觉得主动去做未来的一些规划 并且提早的去设计自己的这个大学生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下一个我要说的就是 我因为我在UCSD是本硕联读嘛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本科和研究生有什么区别 像我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呢 同学就是那种在美国 在中国上高中或者在美国上高中 然后大学来到美国这种同学 他们大部分人的目标呢 就是开拓眼界 去体会在美国的生活 很多人其实来美国了之后 都没有很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像但是我研究生的同学呢 就很不一样 我基本上所有的研究生的同学 当然也有可能是计算机专业的关系嘛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研究生的同学 来到美国这边都有非常非常确切 或者说具体的目标 大部分人的目标就是在美国留下来 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根据自己的目标来决定自己的选择 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多待几年 去改善英语也好 开拓眼界也好 真正去体会在美国的生活 我觉得本科是比研究生要更适合的 如果你的目标是就业 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在美国移民 我觉得研究生是更适合的 课程难度的这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研究生的难度 课程难度需要比本科生难一些 但不是难很多的 它的困难程度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主要体现在它的开放性思维 就是说本科的大部分的课程 本科大部分的课程就是 比如说以一个知识点 或者以一部分知识框架来去传授给你 然后学生被考核的方式 就是说做一套题 拿一次考试 但是研究生的课程 大部分的东西是要靠论文 或者说发展性的思维 开放性的一些东西来去决定的 所以相比较于本科生的课程来讲 研究生每堂课的耗时要长很多 我在本科的时候 一年一个学期大概要上五节课 每个课我感觉每周 可能需要花费五到六个小时吧 就已经算是 还不少的了 如果比较难的课可能会到十个小时左右 每周 但是研究生的课呢 我每学期只上三堂课 每一堂课我都要花至少十个小时 在准备啊 学习写作业和组员进行一些交流 一些工作 所以 但是据就另外一点来 GPA来讲的话 研究生课程的GPA 要比本科生课程的GPA要高 这个涉及到 这个涉及到UCSD的一些政策 UCSD的本科 毕业条件是 只要你完成所有的学业 修够所有的学分 你的GPA在2.0以上 你就可以毕业 但是研究生的毕业条件 是修够学分的情况下 GPA要在3.0以上 所以因为毕业条件的难度不一样 一般来讲研究生的老师会比较宽容一点 就是说 只要你做的差不多 我就会给你一个大于3.0的一个GPA 让你去能够更容易的毕业 所以课程难度来讲 如果是真的要去学东西 或者说 知识点 知识的困难程度 肯定是研究生要难 但是GPA的获取程度 可能本科要更难一点 社交圈的话 就是说 我身边的人 我在本科的时候 身边有非常多的美国人 就是说 大家 各种各样各种都有 而且各种专业的人都有 我的圈子也会比较广 因为我会去上一些经济课 我会去上一些化学课 然后上到不同课的人 你就会接触到不同专业 不同种群的人 不同国家的人 然后你就会有更多 更丰富的接触更多人的机会 锻炼自己的机会 但是像研究生来讲 我基本上只会接触到 我们本专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 因为计算机首先在美国 就没有特别多的美国人来学 中国人和印度人 在这个计算机专业来讲 是比较多的人 所以我也 而且涉及到这个课程难度来讲的话 我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 去进行一些其他的课语活动 所以基本上我的圈子就很小 就是只是和一部分中国人 和一部分印度人去合作 打交道 所以生活来讲 基本上就是学术的居多 闲暇的时间比较少 然后周围所有人 基本上非常专注的 为了自己的找工作的目标 来提升自己 这个是我觉得 研究生和本科最大的区别 下面一部分我想讲一下 在美国就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个人来讲 我是 在我大二开始吧 就已经开始为找工作做准备 我大二的暑假 大三的暑假 大四的暑假 都是在外面实习的 然后 我研究生读了五年 五年之后毕业 出来也是好不容易 找了谷歌这份工作 谷歌是大部分计算机专业的人 最想去的公司 主要是他能够更安稳的 在美国拿到身份 以及他的工资 比较优厚吧 但是他的面试难度比较高 像我一共面了大概五到六轮 面试 才能够最终拿到这个offer 我觉得就业这方面来讲 最重要 对于个人来讲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自主的进行规划 其实不光是就业 对于整个大学生涯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自主 因为大学不同于高中 没有办主任 或者其他的家长在审 打电话 我给你不要微信 打电话 你接着你打电话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自主的进行规划 如果只有你自己心里边 确定好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去为之努力 还会更容易的打成指标吧 然后像规划这方面 在我只能够说一些 关于计算机 这个专业的一些规划了 就是说 首先你可以做一些课程的规划 这个在大一大二 大三大四都可以做 你可以去选择一些 针对性的课程 然后去 因为课程是和你的经历相关的 而经历是和简历相关的 简历是和面试相关的 面试是和实习相关的 实习是和最后 你拿到一份好的工作相关的 所以课程是基础中的基础 当你选好了自己的课程的时候 你就会去 有意识的在不同的课里面 完成不同的项目 然后去丰富自己的简历 丰富简历的方向上 包括你可以去选择性的 做一些项目 像我个人来讲 我在本课期间 就会做一些 比如说软件开发的工作 我之前为我们的学生会 写了一份 一个类似于他们学生会 自己需要用的软件 然后在很多其他课程里面 也会有其他项目的机会 像我们有一些课 就会让你去自己去写一些 地图啊 或者导航这样的程序 这些都是可以丰富到你的简历里 并且对你的面试有很大帮助的 如果不是计算机专业的话呢 我觉得也依然是一个 差不多大的方向是差不多的吧 就是说你去根据你的课程和经历 来安排你 比如说我暑假的时候要去做什么 我在特定的时间要去做什么 然后把这些东西丰富到自己的简历上 然后用自己的简历去吸引 这个招 招工者 就是其他的公司 然后去拿到面试 拿到面试之后呢 要做的准备就是 你要勤奋的去做一些努力 像计算机专业来讲 我们主要 我们就是管计算机面试的准备 叫刷题 刷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计算机方向的 一些题库 就是代码题嘛 因为计算机主要是考察你的基础能力 就是你写代码的能力 这种题呢 大概在一些网站上就会能找到 几百到几千道都有 每一次面试你只会碰到一道 或者至多两到三道 每次面试可能一个小时 可能考察到你的准备的某一道题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轻松 就可以把这个面试就打过 所以勤奋熟能生巧 我觉得是面试的准备的一个基础吧 然后面试还可以进行一些提升 就是说因为本质的面试 并不是去考察你学习能力 或者说你到底掌握了这个知识 掌握的有多好 我觉得大部分的面试考察的是 人的交流和沟通能力 就是说哪怕你可以不是很聪明 哪怕你的对这个知识点的掌握 并没有那么的牢固 但是你如果能够在和别人进行交流沟通 甚至合作的时候 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你就是一个合格的面试者 你就可以被发到这个offer 所以但是这些东西吧 我觉得都是你在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尤其是在大二之后就需要对自己做出规划和准备的 因为不可能说你大四的时候决定你要去进行面试的准备 然后你准备了一个月 你就可以能够秒杀所有的面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 当然这样的情况也有 但是非常非常的少 大部分是要靠运气的 我觉得相比较于运气来讲 实力可能会更重要一点 然后就是实习经历 实习经历呢 我个人的实习经历就是 用上一份实习作为下一份实习的敲门砖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大二的时候是回国在家里那边 让家里帮我联系了一些工作的机会 然后大三的时候就在美国找了一家非常非常小的公司 去做了一暑假的实习 然后大四大到延一 就是公司的规模会逐渐变得大一点 因为你有了中国的小公司的面试 这个实习经历呢 你就能吸引到美国的小公司 当你有了美国小公司的实习经历呢 你就能吸引到美国的中型 甚至大型公司的一些目光 然后就能拿到更好的面试 然后当你准备好了更好的面试 拿到了offer 你就可以用现在拿到的offer 去吸引更好的工作机会 基本上实习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然后所以我说 就是你自主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学期间的暑假 其实如果你只是在美国读本科的话 你可能只有大二升大三 大三升大四这两个暑假去实习 那么大三升大四的这个暑假 就异常的重要 因为这可能是你唯一的一个实习机会 如果你能把握住的话 你就能在大四结束的时候 去直接拿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而你在大三升大四的时候 拿到这个实习的工作 就需要你在大二和大三 做一些前期的准备 做一些面试的准备 做一些简历的准备 所以需要提前自处的规划 下一点我想说的就是 怎样在就业 就是说找工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我觉得找工作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都是漫长并且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 对于我来讲 我从大二开始 基本上每一年 我都要花至少三个月左右 去怎么说呢 投简历吧 每年我平均都会投大概几百个简历 可能第一年我投的时候 投了大概500个简历里面 只能有三四个人 三四个公司会给我回复 只能有一两个公司会给我这个面试 所以多头简历 其实是多拿面试的一个秘诀吧 然后就是参加一些求职会 我们这边叫career fair 就是说你去参加一些 很多公司都会来 像国内的求职会一样 你去跟很多的求职官去 面试官去聊天 介绍自己 然后他们如果觉得你好的话 就会给你发面试 这些机会在校园里都会有非常多 每个学期都会有 就需要个人积极的去准备嘛 然后当然这个经历依然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可能你聊了一天 你一天每一个公司 你可能排队就要排一个小时 然后排了一个小时之后 聊了聊天可能只聊三分钟 三分钟聊完之后 你今天可能一共聊了15个人 只有三个人会真的给你回消息 最后可能只有两个面试 但是虽然是痛苦的经历吧 积极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像我身边的一些人 就是说看到了 别人已经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offer 然后自己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 就会心态失衡 然后就会进行一些恶性循环 就是觉得自己找不到工作 就会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就会准备不好面试 准备不好面试就会找不到工作 有的时候呢也会怨天尤人 像觉得别人可能只投了一封简历 然后就拿到了一份面试 然后人家面试的题又特别简单 刚好是他会的那道题 他就过了 那就会有一些羡慕别人的运气 觉得自己怎么没有这样好的运气 但我想说的就是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这个漫长且痛苦的经历 是可以靠心态去调整 并且靠实力去弥补的 当你刷了足够多的题 当你做了足够多的准备 当你的简历足够好看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去靠运气 也能够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基本上这个找工作的过程 就是一个后继勃发的过程 然后只要你做好了前期的准备 做好了自己的规划 我觉得试金子总会发光的 然后最后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这边找到了工作之后 计算机专业在美国这边的工作 薪酬大概是什么样 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来讲 应届的毕业生 本科和研究生拿到的薪酬是差不多的 总体来讲 这全部加起来大概是 20万美金每年 它包括一些像 起薪 就是我们叫Base 然后每年的年终奖 我们叫Bonus 还有一些公司的股票 像一些创业公司的股票 就是Option 像一些大公司 谷歌 Facebook这样的股票 就是直接发到你手里的股票 这种股票是大概是 分四年发给你 每年给你发一些 发一定的比例 然后去激励你 继续留在这个公司 然后会有一个东西叫Sign On 就是说你签字了 你达到了这个offer 你答应来 我们就会给你发这样 这个钱 大概我拿到的是 5万美金左右 这个薪酬相对于 其他行业来讲 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当然美国这边 也有很高的税 像我们这种年薪 在20万美金左右的人 大概要交的税 可能要到30%到40% 不过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优厚的薪酬 因为毕竟是硬介生 而且不光是谷歌有这样的薪酬吧 其他的公司 比较小的一些公司 或者说一些创业公司 拿到的薪酬 其实都是差不多这个数字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 计算机这个行业 在现在以及接下来的几年里面 可能也都是处于一种非常非常 竞争力非常大 但是这个资源也非常多的一个行业 今天OK 今天好像就讲到这里 我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了 具体做一下总结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在美国读大学 以及找工作 挑选专业来讲 总体的最重要的东西 还是说要先去确认好 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要去做一个主动的规划 我之前和别人聊天也说 什么样的人来美国会如鱼得水 我觉得是 当你能学会自主的 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么你在美国的生活 或者说你在社会上 立足的这个基础 才会最终 就是才会得到这个立足的基础吧 当你真正的学会自主的 去选择你在大学的活法 你在大学的计划的时候 那么你最终能够 达到目标的几率 会变得非常的大 基本上就是这样 有什么问题 可以达到聊天 这里我可以回答 有个问题请教 你好 说 这个我就想问一下 这位同学 就是您在那个研究生阶段的话 您是花了一年时间是吧 总共是 一年零三个月 我今年三月 刚刚毕业 OK 那您是挺快的 那就是说 我想问一下 您在研究生阶段 有拿到TA或者RA 这种资助吗 有的有的 是这样的 UCSD的话 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因为我在本科 就在UCSD 做一些助教的工作 然后本科的助教 是不免学费的 但是研究生是可以免一部分学费的 UCSD的情况是 如果你选择做TA TA就是teaching assistant 像助教 就是你在选课 课程这边 帮老师去教学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能免一半学费的 我们正常学费 每学期是一万一千块钱 如果你是TA的话 会给你免掉一半 这样你教五千刀左右 然后TA还会有工资 每个月大概两千到两千五 税后能拿到两千左右 所以基本上是免费读的一个过程 然后另一个您说就是RA 是research assistant 就是说你去一些研究室 或者一些实验室去做事情 这个东西 如果你超过每周十个小时的话 它是会给你报全部学费的 而且它的工资 也会比助教要高一些 像我一万一的学费 它会全部帮我交掉 然后我每个月会拿到 大概两千五 两千六左右的工资 对 大概是假 OK 感谢感谢 那我刚才还有那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您刚才讲到说 您去谷歌的时候 实际上您的那个起薪 本科生跟研究生 就是硕士研究 硕士的毕业的话 它的起薪基本上没有太多差别 是这个意思吗 那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博士的话 如果是到博士的话 博士跟本科生之类的 或者跟硕士研究生之类的 是有差别呢 还是怎么样 对 我可以简单 我可以大概的给您介绍一下 就是说本科的 谷歌在本科的工资 是十二万五 起薪 然后研究生是十二万九 这个只差四千块钱 但是研究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说抽签的优势 因为你如果你的目标最终是留在美国的话 你必须要拿到一个合法的身份 然后你选的专业 像我们选的计算机专业 是可以最多在美国毕业之后留三年 就工作三年 然后你这三年里边每一年都要抽签 去拿这个工作签证的这个机会 抽签这个流程是纯靠概率的 像彩票一样的东西 本科生的概率大概是30%左右的中签率 研究生是60%左右 所以 对研究生主要是优势在这里 然后像您说的博士的话 博士的起薪会在15到16万这样 会比本科和研究生这个级别会高一个级别 对 然后我接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考研究生的难度大吗 OK 我个人来讲 因为我是本硕连读 还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从最开始的目标 就是在美国这边留下来找工作 所以我没有花费特别多的时间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真正的去做申请研究生这方面 所以我就放弃了申请研究生 选择留在了本校 本校的联读是在你在大三 大三结束的那一个学期去做申请 提前申请 不需要GRE 直接去在自己的系里面递交申请 然后要三封推荐信 直接就可以申到 它大概率是纯凭GPA的排序来做 所以并不是很难 然后考研究生的难度就就像我说就并不是很难 参加面试的细节的话 具体你想知道什么样的细节呢 就是说流程上的细节还是具体的每一个面试是怎么样的 加州系统都有本说 加州系统是大部分是都有本说联读的 我知道的UCSD UCI好像都是有本说联读的 申请就是大三 在大三提前一年 就是相比较于正常申请来就生 研究生来讲一年来做 然后不需要GRE的准备 还有还有其他问题 怎样表现自己的优势 这个我觉得因为不同专业的面试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计算机专业的话呢 它主要考察的就是像我说的代码的基础能力 以及你自己的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吧 首先你要说会说好一点英语吧 就是你的口语要至少不差 让人能够听懂 其次呢就是你的思路 你的思路要能跟得上面试官的思路 像计算机专业的面试来讲 基本上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 你要去和面试官进行一系列的交流和确认 你要确定这个题目的要求 是你要做的要求 确认这个边界的条件 比如说特殊的条件 是他想要的那个条件 然后当你确认好了一切东西之后呢 你再去做 当你他会给你一个白板 然后你在上面写 你在写白板的过程中 也要随时和面试官进行解释 比如说我这一句写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会面试官会给你一些support 或者一些疑问 不一定 然后你会根据面试官的态度来进行调整 所以基本上是通过你沟通的能力 来展现自己的优势 当然你要有一定计算机的基础 才能够有机会和他进行沟通 对 我当时申请本科的时候 我的托福成绩挺低的 我托福只有90分 然后我没有学SAT 我学的是ACT 就是另一个那个美国高考 也分数没有很高 是28 所以对 我并没有特别高的这个条件 本科申请时做过第三方面试吗 这个第三方面试是指什么 加州系统八选四文书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八选四文书是什么意思 面试需要多长时间 面试就是像谷歌的话 平均每一轮面试都是45分钟到一个小时 面试官会先拿出5到10分钟 让你介绍自己 他来给你讲一下他是谁 然后你来给他讲一下他你是谁 然后他会给你出一道题 剩下的30分钟会来做题 就是30到35分钟 但实际上来讲呢 一般一道题也就10分钟左右 剩下的20分钟可能就是你给他讲一下 或者说你们进行一些其他的交流 或者他可能会再给你出一道题 也都不一定 但是总体来讲 每一轮面试是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还有其他的问题 几位面试官 每一轮面试都是不同的面试官 像我今年一共参加了可能有七八个不同公司的面试 大部分的面试都是三四轮左右 谷歌的面试会比较多 然后面试的流程是 首先会电话面试你一到两轮 就是说有个人给你打过来一个电话 然后其实面试的过程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介绍一下自己 你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他给你出一道题 你做一道题 然后电话面试之后呢 就是onsite onsite就是到他这个公司总部去进行一个面试 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 不一定是几轮 有可能三轮四轮五轮六轮都有可能 面试的每一轮的面试官都不一样 也不一定所有的面试官都会给你提一些代码类的问题 有一些可能只是让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或者聊一聊天 有一些可能是考你一些其他的知识点 都不一定 因为每一个面试官负责的领域可能都不一样 像如果你加入的是一些小公司的面试的话 可能这个小公司的每一个部门都会来一个人 然后关于每一个部门的知识都会来考察你一下 然后他会最终做一个选择吧 就是说哪一个组更喜欢你一些 被谷歌录取 其实被谷歌录取 也是一个不能光靠实力的事情 就是运气也占一部分 女孩子去学计算机去面试是一样要求吧 有优惠政策 性别这个东西在美国来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怎么说呢 女孩子 理论上来讲 女孩子和男孩子拿到的面试的难度是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他要保证每个公司里面的生态平衡 就是说我这个公司里面要有 固定的比例的男生和女生固定比例的不同人种 所以女孩子是 其实是有一定优势的 因为学习计算机的女孩子比较少 春季入学和秋季入学有什么差别 秋季入学的学校会比较多吧 然后机会会比较多 你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的人也会比较多 所以随大六来讲 就是说你秋季入学的优势会有一些 因为人多 大公司对什么大学的毕业有倾向性吗 这个就涉及到排名的问题了 对于美国这方面 这边找工作来讲 专业排名要大于综合排名 比如说UCSD的计算机专业排名 大概是十几名 全国大概十几名 所以UCSD是有一定优势的 像最好的专业 最好的学校可能是CMU Stanford 然后MIT UCB这四个 但是也不完全是根据大学的排名来做的 因为大学的排名只能是做一部分 同样的两份经历摆在我面前 我可能会选择高校的那个 但是如果你的经历足够出众 其实大学的学历并没有那么重要 这个我并不是特别知道 我知道化学方面 因为UCSD的化学会比较优势一点 但是我身边的化学 学化学的人 他们工作之后 毕业之后都是去一些实验室打工 工资挺低的 可能每年不到十万 有些 有说有些顶级 薪酬在三百万美金 请问什么样的级别 因为我刚才说 那个二十万美金是起薪 是应届生的待遇 如果你到达一定的级别 比如说像我要升下一个级别 可能要两到三年 要再升一个级别 可能再要两到三年 等我到了 等我跳两级之后 我大概的年薪会到五六十万 然后可能再升两级 可能就会有几百万 但是我现在的级别 升一级 基本上是肯定会升的 升两级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再往后升就要看个人能力了 就是说并不能保证 你一定能够达到很高很高的年薪 本科和硕士计算机有多少比例的女孩子 我觉得百分之二十左右吧 本科的还更低 也不一定 但本科和研究生 反正计算机里边女孩子都比较少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对 然后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生态的问题 就是说有一些公司可能女生特别少 所以会特别特别容易录取女生 有一些可能就没有那么在乎生态 比如说像中国的一些创业公司 可能他们就不会给女生一些优待 但是因为性别还有种族 这个东西在美国都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也并不是很好 去做一些主观的表态 不客气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谢谢你们听我说完 加拿大毕业在美国 其实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吧 我认识的很多人在加拿大是可以直接申美国的 但是我并不知道申请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知道的是在加拿大直接去考加拿大的谷歌 拿到加拿大谷歌的offer 然后从加拿大谷歌调到美国 这是一条比较清晰的路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是这么过来的 对 所以 我觉得 基本上跳槽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 但是直接应接在美国找我并不清楚 计算机是不是硕士博士读完更好找工作 并不是这样 本科一样很好找工作 主要是看你的目标 像我个人的目标就是在美国工作几年之后回国 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担心身份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在美国移民定居的话 你拿到硕士和博士的目标不是为了更好的找工作 而是为了更加稳妥的拿到身份 至于难度的话 博士其实也不一定很好找工作 硕士是比本科生有一些 就是因为美国这边硕士和本科是一起比的 博士更像是另一个层面 就是说 博士比较偏学术一点 然后会更加的向学术方向发展 而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向工业 向industry方向 计算机不用上大学提前学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你去提前学 当然你提前学有基础肯定更好 你在大学会非常的轻松 但是如果你没有基础 完全也不需要去恐慌啊 或者说害怕 因为大部分在美国学计算机的人都没有基础 然后他们也都能找到工作 只要你每年都做好规划就可以 就是说给自己提前的实习 还有简历这些东西做好铺垫 工作是不难找 没事没事 计算机专专业的基础学科是数学吗 不一定 计算机专业的话 像UCSD是 像UCSD是说 你可以去学物理 可以去学化学 也可以去学数学 还可以去学电子工程 它并没有一个硬性要求的基础学科 但不同学校对于基础学科的要求也不太一样 所以也不是很好说吧 这个东西 高中选课怎么选 我真的觉得无所谓 就是说你可以去自学一些计算机的基础 但你不学的话 你可以去准备一些其他科目 我觉得跟大学学计算机来讲 关系并不是很大 每一本申请是不是参加美国信息竞赛能够更好 我并不知道 因为我个人是在国内参加的国内的信息竞赛 我是当时是在国内学 就是也是信息竞赛奥林匹克 然后本来是没想出国 但是我申请了 也并没有拿到很多计算机专业 当然你有竞赛的经验 肯定会是给你加分的 我觉得在申请里边 我国内是省一 省级一能奖 然后参加国赛是铜牌 但就是我当时申请UCSD 我也拿到的是 对提高组 因为高中 因为我当时国内拿 我申请UCSD拿到的也不是那个什么 也不是计算机专业 我是没有专业的那个 所以我并不知道计算机竞赛 有没有给我真正的加分 但我当时托福和ACT确实都不是很高 所以也有可能竞赛这方面是有一些加分的 我觉得 谢谢 是大一结束 大二开始的时候转专业 对 但其实竞赛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就来了上大学之后 本科来这边学也一样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OK 今天时间到了 还有没有问题 可以再回答几个问题 没有的话 就今天就结束了 不客气 不客气 祝你们都能 在美国 有很好的生活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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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病了 太病了 了 感谢观看